大家好,終於來到我人生的第一條Youtube片 在拍這個Dance Tutorial之前 我想很簡單地拍一個自我介紹 給大家認識一下跳舞和唱歌以外的我 其實很認真地說一句 在我開我的IG Channel 我...對不起 在IG Account之前 其實我沒想過在短期內會有100人 或是以上的人很多 其實只不過是為了我夢想而踏出的小小一步 所以真的很感謝大家 有一點感動 那進回整體 我想在拍Dance Tutorial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不會想我帶著我的口罩去拍的了 那...在這個緊張的時刻 我要出口罩 希望我的樣子不會嚇到你們 嘩...這樣舒服很多 好...那跟大家正式介紹一下 我的全名叫何敬軒 是跟張敬軒撞了名字的 但是... 真的是我爸爸改了這個名字 聽她說 聽她說呢 就是好像... 不想... 我的名字被人隨便改和笑 所以就改了她的名字 但是...她真的不是喜歡這張景片的 那... 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背景了 那... 真的跟姜濠有一點點事 但是... 如有女童 實屬巧合 那... 其實在我初中之前 那段時間 其實我是一個死肥仔 那... 但是不同的是 其實我都是未... 至於去到好無自信那些 那... 其實那時候我是... 比較喜歡玩耳壺 耳壺這個樂器 然後... 也都因為耳壺令到我接觸到舞台這件事 那... 我也都愛上了在舞台上的表演的感覺 那... 那... 去到初中... 中一的時候呢 就... 我的學校有個叫做... 班制舞蹈比賽 那... 那時候我是站最前排的 嗯... 身體也都很肥啦 那... 然後跳出來又好不好看啦 然後... 雖然不是說很多人笑的 但是... 那時候開始我就... 下定決心不可以再... 出籌 那... 然後我就開始... 學跳舞啦 那... 其實... 因為... 我家人各種的原因 他們沒有讓我出去學啦 那...所以... 我都是靠自學的 一開始我是... 先接觸wave啦 機械舞那些... 類型的舞啦 那... 其實都不是跳得太好 是... 是... 對啦 對啦 未接觸kpop都... 都... 跳得不太好 因為... 始終不同舞種呢 出來的效果... 嗯... 都不同的嘛 那... 如果你跳不習慣kpop 假設你跳開Urban 你跳kpop的時候 會有... 第二種感覺出來 所以...其實真的要... 要練熟了那種舞種才... 才... 才有信心跳出來 對啦 那... 至於唱歌其實... 我是大概中三的時候開始接觸的 那...我都是... 聽很多不同的歌手 對啦 然後... 然後... 模仿... 少少他們的歌手 那... 但是... 其實因為... 可能我... 天生的音樂感比較強 所以... 從唱歌來說 都對我來說 不算太難 但是... 其實要訓練到... 很感動人的聲音 其實是... 真的很難 所以這方面我都要... 繼續努力 對啦 介紹回自己... 在唱歌和跳舞... 以外的世界 那... 很認真地說一句 其實... 我的生活真的離不開唱歌呀 跳舞呀 音樂呀 藝術呀 這幾個範疇 因為... 我真的太喜歡這幾樣東西了 那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可能... 講一下我的性格 那其實... 我... 私底下 我真的一個... 不跟我說話的人 是... 除非真的好熟呀 如果... 跟我很熟的話呢 那我真的... 好多話說的 好煩的 我真的... 還有... 我真的好暗沉 所以... 大家... 不要... 離棄我 我會說好多話 所以我剪片... 都... 好難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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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 可能我遲些 如果我等... 我的頻道 和我的... IG帳戶 又有一點 起色 可能... 250... 以上的時候... 或者300... 300以上的時候 我開個... Q&A 給大家... 問一下... 關於我的問題啦 對... 對... 那... 那... 這條影片就去到這裡啦 那... 那... 希望大家可以... 訂閱 還有... 按下我的鈴鐺 還有... 按下這條影片 對... 好老套 跟那些... Youtuber一樣 我不是Youtuber 拜拜 給大家一位 在這條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